为什么宋慧桥的片酬远远落后于宋仲基和金秀贤? 韩国娱乐圈专家对男女演员片酬差异的问题的分享引起了观众的关注。 像宋慧桥这样的知名女演员获得了很多粉丝,这真的很不公平。 Zagbiz,男演员的片酬与女同行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这个话题已经引起了韩国网络社区内无数的争论。 据Coreaboo报道,韩国男演员的片酬比女演员平均高出约31.1%, 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最大的差距。 甚至有一些电影记录了男演员片酬高出女演员5倍的情况。 在韩国娱乐圈中,很难找到一个女演员的片酬超过1亿韩元部约和1.8亿越南盾。 而A级男明星的平均片酬已经达到了2亿韩元部,相当于36亿越南盾。 宋慧桥和宋仲基的情况让许多观众感到困惑。 宋慧桥比宋仲基拥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名作。 然而,目前这位太阳的后裔女神的片酬仍然远远低于宋家的男明星。 与后辈金秀贤相比,宋慧桥的片酬还是相差很远的。 据娱乐界的一位人士透露,片酬的差异源于剧本内容和演员的赚钱能力。 他说,许多现代剧本更注重男主角而不是女主角。 这导致在同一部电影中,男演员通常会获得更高的片酬,因为他们承担了更重的工作。 此外,制片方也考虑到明星的名声。 长期以来,韩国男演员通常比女演员更受欢迎,在海外市场上拥有更多的粉丝。 因此,基于男明星,电影通常更容易卖出版权并获得更多的利润。 因此,许多制片方更倾向于男演员,并愿意支付巨额费用邀请他们参演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